哎呀 同志们啊 我贴家家尝尝师爷做这个国宴玩味的 哎呀 哎呀 看这颤颤玩玩这个地儿 已经烧得很入味了 很臭了是吧 对 这就是传统的工艺 老的制作方法 老的味道 老的感觉 同志们好 同志们 今天可来大餐了 咱们国宴的大餐 葱烧海参 让师爷还原一下 当年的做法 好 这个葱烧海参呢 是国宴 必不可少的一道大菜 经典菜是吧 经典菜 这个葱烧海参呢 我们今天这个用的这个海参呢 叫 俄罗斯 俄罗斯 海瓜 野生 海瓜参 海瓜参 同志们看看 是这样的 是吧 同志们 翻过来之后 这里边都浸完糖了 对 这个呢 它好在哪是 是野生的 一个是野生的 再一个这个海瓜参呢 就是说 它这个 比这个小翠参呢 这个水的温度呢 要低 要低一点 俄罗斯那边是吧 俄罗斯那边 对 所以说这个这个海参成长的速度 中期慢 对 所以说它好吃 处理这个海参呢 我们弟子呢 一定要把这个海参的肠子 给它去掉 完了呢 还有一个呢 在海参这个头的地方呢 叫嘴 也去掉 那个嘴 那是刺身是吧 刺身 但是咱今天这个都不用了 回来就是这个现成的了 对 都处理完了 现在都处理完了 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啊 对 我们现在呢 第一步 焯水 这个 这个今天的葱烧海参 稍稍有点复杂 大家认真去看 对 你们还原当年做法吗 对 而且葱烧海参也是 鲁菜的一个代表菜 对啊 在我们北方大厦呢 就是做这个葱烧海参 还是比较出名的 国民馆啊 对啊 接待 这个高档的 接待宴会 宴会 闭上的 外宾是吧 对 现在呢 水开了啊 我现在把它抄一下啊 这个我都洗干净了 肠子都摘完了啊 这个洗干净了 给它搁这个水里 上这个抄一下啊 这个海参呢 我们分这么几种 一个是小碎参 它是我们用的次数 比较多 比较多的 上岛多的 再一个呢 是大屋参 大屋参呢 稍微大一点啊 没有刺儿 对 那叫大屋参 第三个叫梅花参 这都是咱们国内的 国内的 梅花参呢 我们这个北方大厦的 北海潮湖啊 这个还有这个 挺多都是 梅花参是整个的 整个上 那个气势比较大 气势比较大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用的是 虽然不是国产的 但这个 是野生的 野生的 烤在这儿是吧 海瓜参 好了 我们炒的时候呢 加点花雕酒啊 去腥 对 它海参吧 它没有啥特殊味道 但是它有一个腥味 但是呢 就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虽然海参呢 就是价值很高 但是就味道来讲 海参没有啥味道 咱们无二十几入呗 对 有二十几出 所以说呢 它这个全靠我们烧 对 而且呢 特别洗啥呢 洗大葱 大葱的味道啊 好了 开锅了 给它焯一下 把它捞出来啊 好 好了 我现在开始切葱啊 先把这个 洗一下子啊 哎 我这个 是跟我这个师父啊 这个 他手把手教我的啊 我的师祖张细才老先生 张细才 哎 这个 我呢 就是一直是跟我师父 这个学做菜啊 老先生也是山东人 他是山东人 对 而且当年的工资 像师爷说的啊 嗯 一百多呀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四 在 在黑龙江 在全国 那也是工资是 最高的 六十年代初是吧 对 这个 这个够了吗 这个够了 我现在呢 大家看啊 我切两种葱啊 这个葱呢 是不同的这个 这个呃 动作呢 我就是用不同的葱啊 看 这个葱呢 我们就 也切段 但是我给它剖开啊 哎 好 这剖开之后啊 葱香味更能 算法主要是吧 对 一会儿师爷要用这个葱 要炸葱油是不是 对了 好了 把葱罐来给它砸一下啊 这个炸呢 让这个葱油啊 这个味道啊 能够出的 对 哎 那凉用下火是不是 对 慢慢炸是吧 慢慢炸 不能够热 热马上上散呢 对 都炸到这种颜色 就可以了啊 好 捞出来 这个油先 先不倒啊 不能倒 我现在呢 把这个海参冲一下 大伙吧 对 为啥冲啊 冲下 进一步的 去腥 去腥 还能吸汁 还能吸汁 水分都好一些 过去呢 我们这个海参呢 都改刀 今天呢 我们按照国砚的 这个标准呢 比较整一点 就整个的 对 哎 冲一下 这个油微要热了 要速度要快 哎 是冲下去就好了啊 不要炸时间长 好嘞 好嘞 我把这个葱呢 放到碗里头啊 我还把它蒸一下 这是老的啊 这个传统的 为啥整蒸个猪瓣呗 这 那就是浓郁这味道啊 我们先 加点花椒酒 哎 来 我们加点酱油 加点蚝油 哎 好嘞 我们再加点胡椒粉 先弄点啊 白胡椒粉 白胡椒啊 好嘞 好嘞 我们加点 胃精 胃精 好嘞 三勺白糖啊 一勺 两勺 三勺啊 能吃出甜的 哎 我们再加点水啊 这开始 OK了 好嘞 加点老抽 好 就 看见 这叫葱烧海参的 啊 原汁啊 好嘞 水开了 我们给他蒸一下啊 蒸他十五分到二十分 好嘞 我看到这道菜啊 我就想起个人来 嗯 这人是谁呢 我在北方大厦的时候啊 这个王师傅 他叫汪西田 汪西田 汪西田呢 就是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他也是一个厨师 后来呢 就是提升了 当仓夫报告员了 哎 后来呢 他就调到人民大会堂去了 啊 啊 人民大会堂那个 王老 王西田老先生 从 他一开始呢 当厨师长 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呢 我去看他这时候呢 谁说呢 哎 叫餐厅处处长 啊 叫餐厅处处长 我这个 后来我就是 到北京呢 嗯 我就去 拜访这个 王西田 因为王西田吧 就是说 那是几年代拜访啊 哎 呃 七十年代 啊 七十年代 七年代 七年代吧 就是说 王西田呢 通过关系 找到我 完了呢 让我呢 给这个 呃 给他解决一部分 这个菜堆 啊啊啊啊啊 菜堆啊 那咱北方菜堆啊 是吧 三年夜特有名 哎 完了 这个 那时候我 我跟王师傅 就是虽然这个 见那儿这个 次数少 但是他对我印象挺好 我挺专 因为他也算是老战友人呐 他是从北方大厦走出去对吧 对啊 后来当 我呢 我就啥呢 我拿着菜堆 他们给我送上车 送上车呢 我坐18次 到北京 我那找王师傅 我说我来给你送菜堆来了 啊啊啊啊啊啊 王师傅呢 就那时候呢 就是在人民大会堂 他是头子了 送厨了 送厨了 后来升到处长 餐厅处处长 哎 我去看完他之后啊 就是后来我还上王西田家去了呢 他在哪儿 他家就在那个前门大街 那车呢 有一个小二楼 哎呀 他在那儿 看事业记得多清楚 七十年代的事 还记得呢 对呀 我一共看他两次 嗯 最后看他是八十年代 啊 第二次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吧 完了 我去了之后啊 王兴祥就有病了 嗯 在家了 在家呢 完了就是 那个 这就是那些人 大会堂那些同志 嗯 跟我说的 说这个 呃 他想再回大会堂 嗯 再看看 嗯 估计呢 王老呢 那时候就 身体状况就 不太好 不是太好 嗯 上人民大会堂去 看完了之后啊 他就想着这些同志们 想着这个单位 完了 这个 领导就问他说 留王老在这吃顿饭 嗯 完了 问王老 说 今天中午在这吃点啥呀 给这个喜欢啥跟你做点啥 他说我啥也不吃 我就想吃 罗菜 哎呀 啥是罗菜 罗菜呀 就是说宴会完了 剩着菜嘛 搁到锅里头 再一热了 不浪费 这叫罗菜 哎呀 这些同志们呢 听完这个菜呀 说这个 听完说要吃这菜 眼泪就下来了 哎呀 就是王老呢 回家 就是特别节点 后来那个领导说 咋整呢 说 炒几个菜 把它汇到一起 哈哈哈哈 山路菜 哎呦 我现在想起了王熙田 王老啊 这人呢 他也没少帮助我 没少这个 教我 啊 那时候呢 就是 王熙田呢 就是 在北方大厦 嗯 他是出师 啊出师 他也是出师 后调了 后调了 哎 这个 我现在想起来他呢 就是 想到人民大会堂啊 我们参加这个大赛的时候 嗯 王熙田 就主播这些 就是这个 这都是我们龙江代表团的啊 嗯 他们 想要啥 你就给他这想 想这些办法啊 给搞 就食材呗 帮助是吧 帮助 尤其那个张志斌去 这个了 参加大赛的第一届 哎 83年 83年 1983年 嗯 那时候吧 就是 王熙田就告诉我 嗯 张师傅 要什么 就给他解决什么 准备什么 准备 所以说我们的感觉很深 做这道菜 我就想起了一个 我的老的 师傅 老师傅 啊 老的 北方大厦的 同志 对 王熙田 这个 切这个葱呢 我们给他炸出葱油来啊 这边主要是要葱油是不是啊 主要要葱油 烧出这海参啊 葱油味儿特别浓郁啊 综合熬到这样的程度啊 稍微有点黄 哎 葱油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啊 关火吧 关火 我们把这个葱油呢给它蹬出来啊 好 油和葱 油和葱分开哈 对了 好嘞 用挤挤是吧 对 把油给它挤挤 一会咱这个葱还要呢 是不是 啊 哥里 我们把这个姜下去来啊 锅里加点葱油是吧 对 加点葱油 再把杂葱呢 放到里头 哎 来吧 这 加点高汤吧 对 加点高汤 我们今天没有高汤 搁点清晨猪肉这个汤啊 这些香 好嘞 加点开水 好嘞 加点颜色 我们加点糖色啊 好嘞 色立刻上 好嘞 再加点酱油 好 味道浓 好 加点冰糖 哎 冰糖提亮啊 对 把海鲜下来 给它微臭了啊 让它口感好啊 能够入味入香 好 六十年代初 我呢跟我师父呢 在花园村移动 接待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 就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 哎 李宗仁先生 李宗仁 李宗仁吗 啊 他还跟那个他的爱人 叫郭德杰女士 哎呀 同志们 这期啊 抱的全是大料啊 这个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冲刀海参 那个时候的海参呢 是搁这个小刺身 嗯 做的 呃 这个海参上去之后啊 完了呢 郭德杰女士 就是 吃到这个海参 我嘴里一搁吃 完了就说 啊 这是中国菜的老味道 哎呀 哎 哎 这个菜很正宗 董行啊 哎呀 他挺挺会吃啊 挺会吃 人家在美国吧 也是 中国餐馆呢 吃的中国菜 啊 也都是很正宗的 啊 哎 其中他那个领那个小孩 哎呀 哎 哎 吃完饭就跟我说 嗯 那个 我想吃冰激凌 啊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之前说过是吧 上个冰激凌是吧 完了我心 什么叫冰激凌 我就问他们 说你北方大厦就有 啊 啥呀 是冰棍 冰棍 哎 师爷说那个冰棍 是相当于咱们现在吃那个冰糕哦 对 不是冰块那个冰棍啊 对 就是这样 当时呢 接的这个任务呢 有谁呢 有我师傅 张希才 嗯 还有张耀廷 我 我是给他们这个 嗯 打盒 和那个切盾 嗯 是干这个的 但是呢 出了这道菜之后 也学会了啊 也学会了 嗯 哎 完那时候啊 就是欢村宾馆呢 跟北方大厦 嗯 是一体的 嗯 一个单位 嗯 就是说欢村宾馆呢 是我们北方大厦的一个分支机构 科 嗯 嗯 所以说来任务之后呢是从北方大厦派过去这厨师 不是 嗯 喂了二分钟啊 我们看他 哎 掺掺味味了啊 哎 这个就行了 我们就给他挑出来啊 下一步呢就是葱烧了 好嘞 蒸好了这个 哎呀 这味是 葱味是 喷香啊 嘎嘎浓 嗯 好 把汤先倒进来 腻一下子 好嘞 在下里烧是不是呀 现在是要烧啊 好嘞 把葱搁进来 我现在勾点键 哎呀 我现在勾点键 哎呀 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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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同志们啊 我替大家尝尝 是爷做这个 国宴版本的菜 哎呀 哎呀 看这颤颤味味这个店 已经烧得很入味了 很臭了是吧 对 这就是传统的工艺 老的制作方法 老的味道 老的感觉 大家在家 完全可以制作 一点腥味没有 口感很糯 葱香味很浓 嗯 是不是啊 对 是不是达到那种效果 葱燒海参 这就是国业水准的 葱燒海参 哎呀 而且吧 今天我们为什么用这参 什么呢 这野生的 这野生的 现在这个刺参说实话 对 大多数养殖 都是掉龙的 大鹏养殖的 对 你少吃一个 给我留点 哎呀 口感一点不咸 葱香味特别浓 OK 每日烟火器 尽忧尽 敬在老影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